他也没想到那些东营人竟然这么强大 不仅忍输了德 修为也很深厚 除了望线二人 别人都无法靠近他们 也不敢靠近 聂怀桑让人护着他来到魏无羡 与兰望鸡跟前 魏兄 望鸡兄 停下吧 这样下去不行 魏无羡与兰望鸡相视一眼点点头 魏无羡用灵力放大自己的声音 姚宗主 先停下吧 我们打个商量 姚宗主一听魏无羡说 打个商量 再看看战场上的情况 心里大喜 这是要投降了 众人都看向魏无羡 魏无羡摇摇头 哎 哎 你们别看我 我不知道 我听仙都的 姚宗主得意的大笑 怎么 决定投降了 我们的实力你们也看到了 你们之中就为公子和仙都 还有鬼将军的实力不错 其他人与我们的金刚人比起来 可差远了 你们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大家都知道 在灵力差不太多的情况下 人家刀枪不入 任你灵力再多 总有不知的时候 所以只有魏无羡和兰望鸡两个原因不惧他们 再加上力大无穷 不惧水火的温宁 他们才三个人 还要照顾着自己人 所以一时很难取胜 魏无羡冷笑一声 容我们考虑一下 你们也可稍作休息 姚宗主 好 给你们一个时辰的时间考虑 魏无羡和兰望鸡 带着其他人退到一旁打坐调息 其他人都有些狼狈 只有他们二人风采依然 聂怀桑急得直打转 仙都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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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望鸡回了一个字 拼 聂怀桑忽然道 怨气 魏兄 用怨气对付他们应该可以吧 对啊 魏公子 怨气肯定不怕他们的铁手独手 众人附和 每次到了关键时候 都要魏无羡保护他们 怨气 我曾答应过 叔父绝不会再使用怨气伤人 魏无羡一副乖巧的样子 灭怀桑 魏兄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如果没有你的怨气 除非答应他的条件 否则我们恐怕都不能脱身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聂宗主 公子因曾经使用怨气 对付温若寒 被其他人忌惮 最后却NBSP 却所以自入蓝士气 公子便答应蓝老先生以后 绝不再用怨气伤人 温宁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蓝起人让魏无羡 尽量少使用怨气 主要还是担心 他的身体温宁之所以这么说是 聂怀桑教他的 这样啊 那我们就答应了他们的条件 聂怀桑故意这样问了一句 不行 如果答应了他 我们现在没事 以后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如果那些东营人 再控制了中原 后果不堪设想 蓝景仪开口 对 我们坚决不能做乌龟 即使战死 我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欧阳子珍也说 我们也是 金灵也站出来 他不仅代表自己 还代表了金氏 司椎和蓝氏弟子 我们也是 我也是 我们也是 这些小辈很让人欣慰 魏无羡很为难地看着大家 正在他要说话时 姚宗主又说道 对了 忘了告诉你们 不夜天的怨气都被清理了 你们使用怨气的希望破灭了 哈哈 一个时辰很快会过去 好好考虑考虑 是战是降 姚宗主也不着急 慢慢地等着他们 反正他们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 当场的死者毕竟是少数 要对付那么多东营人恐怕不够 我跟你拼了 气得景仪够呛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司椎拉住了他 景仪 不要冲动 魏无羡 怨气我有办法解决 只是 灭怀桑果然猜对了 他们清理了怨气 这下 魏无羡 他们从乱葬岗带回去 封在丰厄乾坤府里的怨气派上了用场 灭怀桑开始呼吁其他人 我说各位 蓝老先生不让魏兄使用怨气 无非是担心魏兄救了我们大家 而我们的忌惮 却做出对魏兄不利之事 我聂某再次发誓 我们聂氏绝不会做忘恩负义之辈 聂怀桑向魏无羡行礼 求魏兄出手 仙门百家 绝不能落入姚氏和东营人手中 你们呢 你们都表个态 欧阳子珍第一个说话 我们几个小的 虽未参加过摄日之争 但那曾经些事也已知晓 我们瞧不起 曾经的仙门百家 忘恩负义 随波逐流 我们也在此发誓 绝不会过河拆桥 求魏前辈 就仙门百家于水火 欧阳宗主叫了一声 子珍 欧阳子珍问 爹 我说错了吗 欧阳宗主面露羞愧 你没说错 是我们错了 当年是我们不分黑白 不便是非 我欧阳家也绝不会再做出此等无耻之事 其他家主也都纷纷表态 聂怀桑 仙都 魏兄 我去跟蓝老先生说 我一定能说服蓝老先生的 只要你能说服叔父同意 我没意见魏无羡说道 聂怀桑在众人的掩护下甩出一张符消失了 欧阳子真又跑到魏无羡身边 魏前辈 聂宗主用的是什么符咒 传颂符 传颂符不是需要消耗很大的灵力吗 聂宗主灵力低微 灵力怎么够支撑传颂符的消耗 他用的是我改良的传颂符 只需少量灵力即可 魏前辈我也要学这个符 我也要学 好NBSP 好NBSP 好 等这件事结束了我教你们 聂怀桑消失后 只是回云身不知处和清和看了看情况 确保后方无事 那些疯恶乾坤福都在他身上 他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时间一点点流逝 眼看一个时辰就要到了 聂怀桑在大家的翘首期盼中终于出现了 欧阳子真赶紧问 聂宗主 怎么样 蓝老先生同意了吗 聂怀桑喘了口气 蓝老先生同意是同意了 不过要求事后 我们联名一封请求书 一并交于史修记录此事时 欧阳子真 这算什么要求 这本就是事实 应该的 对 应该的 诸位 商量好了吗 时间到了 姚宗主开始催促 魏无羡上前一步 商量好了 我们大家投降是不可能的 哈哈 哈哈 魏无羡 你别太X张了 姚宗主刚听到投降二字 还没来得及高兴 又听到了后边的话 气不打一处来 蓝忘机宠溺地看着魏无羡 大家都在紧张又担心 你却有心思同敌人开玩笑 你不愧是魏英 魏前辈 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锦衣觉得你平时跟我们开玩笑 就算了 现在是开玩笑的时候吗 魏无羡回头说 他们伤了我们那么多人 我逗逗他怎么了 我嚣张 聂兄我嚣张吗 魏无羡多久没有听到别人 说他嚣张了 魏兄 你不嚣张 一点都不嚣张 聂怀桑想 亏了我们家没有不可打狂语 这条家规 谁知欧阳子真说道 魏前辈 如果我有你的能力 我比你还嚣张呢 我嫣张吗 我以为你还要银银银银银银银 你过去说 我为你有一不可打狮